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我既然为了几罐保养品 误会大老板对我有意思 这又是小看了我自己 更是小看了大老板 男人喜欢女人 虽然不用像脚帘那样搞牌照 好歹也是送花送戒指 这些书和保养品是怎么回事呢 大老板应该把我的学历背景查得彻底了 又不好意思让我走人 才想办法充实我的内在与外在 充其量只是为了风腾集团的面子和礼子 不过擦了几点乳液 软绵绵的 说干比以前好多了 话说回来 其实我长得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吧 怎么就没人搭逼我呢 明明公司也不是没男的呀 要是有人追的话 大老板 你怎么可能进厨房洗碗呢 别闹了 我怎么会想到大老板 好可怕 好可怕 等考上CPA之后 一定赶紧找个男人了 不能整天这样胡思乱想 迟早会疯掉的吧 小小 小小 阿伯早啊 早啊 早啊 这个你也参考一下吧 这是什么呀 员工旅行的资料啊 你不知道吗 分团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公费旅行的机会 今年也要去呀 对啊 今年老板办公室啊 原本抽到是个人事部和研发部的行程 但是他说不想跟着去 所以就决定跟财务部一起去了 刹刹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了 大老板也要去 那你们是去旅游没错 我是去修行的吧 除了挑菜还得当康夫 你们去玩我去可太辛苦了 阿妹啊 那个 好像这个员工旅游需要满一年吧 不满一年的员工自己补贴金额也可以去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现在手头有点紧 不能再花钱了 所以就你们去吧 玩得开心 来 太好了 赚到一个周六在家里色衣大剑 可是老板已经替你缴费了耶 所以 参参 那礼拜六七点见了 拜拜 好 你们知不知道 今天大老板会和我们财务部一起去旅行 真的假的 大老板不是一向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吗 这次怎么这么心血来潮 难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应该是某人的面子够大吧 托他的夫妇 我们才可以和大老板近距离接触啊 不了阿佳 你喂满年资吧 喂满年资怎么了 就算是贴钱我也要去 也为大老板要去啊 我来公司都这么久了 还没见过大老板几次 每次都只能远远地忘着他 别说是你了 像我们不远都这样吗 哪像你在山山呀 直通天庭 天天在身上面情形走 好 来 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想我的 看来我真的是生在苦中 却被看成是福 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老板要跟我一个团 肯定是怕外面有他不爱吃的东西 所以要我这个免费的长工 随时随地地帮他挑菜 老板 老板 那个 看中什么在 都是你的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 关于那个 员工旅行 员工旅行怎么了 员工旅行 我 我不想去 不想去 天哪 我居然说出口了 那是想留下来考试 考试 考试 老板 能跟你一起旅行 是我的荣幸 我后天一面准时到 七点集合对吧 那我就故意吃到半个小时 等到七点半甚至八点出现 集体旅游肯定不会等我一个人 到时候大伙走了可不怪我呀 到时候我就怪上海的交通好了 这是属于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而不是我主观医院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只要到检卫大叔那里报道一下 那就有目击证人了 报案大叔 他们都走了是吗 我在高架上堵了半个小时啊 我怎么这么帅啊 我的员工旅游啊 我的人生真是太悲惨了 我期待已久的旅游啊 再见了 萱萱萱 萱萱 萱萱你怎么还在这儿呀 我们都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 好了好了吗 别练在这儿了 我们快走了 快走了 走走走走走 你还练在这儿干吗呀 啊 来 萱萱萱萱了 来 萱萱萱再见快 来 萱萱快坐呀 坐这边 那这儿干吗呀 坐这儿 嗯 快 走 走 郭柯片 走 郭柯片 老板 早 老板 不早了 大老板 该破真的等了我一个小时吧 老板 那个不是说是七点出行的吗 你听错了 我没有啊 既然是七点钟 那你为什么八点才到 雪山山 你这个白痴这么问 不是百能故意迟到了吗 其实我想说的是七点集合 为什么你们还没走啊 对呀 老板 你说得对 是八点钟集合 是我记错了 我记错了 阿妹 阿妹 到底是七点集合呀 不是说七点集合吗 哦 本来是说七点的 然后老板说太早了 就改到八点了 你不知道啊 我怎么会知道啊 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 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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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刀高一迟磨高一丈啊 山山来迟了 却发现疯疼还在等 好 嗯 嗯 老板 这个包怎么能让您亲自拿呢 我帮你拿吧 我还亲自上厕所呢 哎 哎 那个 没关系的 我来帮你拿吧 我身上不背东西 老觉得不踏实 我来帮你拿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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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拿吧 没关系的 带女孩谁啊 哦 我路上不是跟你提过吗 就是给我鲜血的女孩子 叫薛珊珊 你跟我说她挺特别的 我感觉挺一般的 哪儿特别了 我更喜欢她 特别吧 还特别扭啊 走了 李叔 哥 冬月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老公出差了 带着投资部的人去海南 难道哥哥选择旅游地点金 我就带着我的好朋友 李叔一起来了 走吧 走吧 在这儿聊着 走吧 李小姐 李叔小姐就是你的姐妹桃啊 嗯 嗯 这是李叔店的老板嘛 嗯 嗯 你怎么知道 我那天路过李叔店的时候 看到那个著名主持人 像李叔小姐求婚 她仗势可大了 还有很多媒体在那儿报道呢 你都知道了 嗯 不是每一个女孩子啊 都会被名利左右的 对吧 李叔呢 从小就跟我 还有我哥一起长大 嗯 我们是特别好的姐妹 跟我哥呢 就像哥们一样 果然老板的哥们也是老板 行 好 好 嗯 我哥 让你替她背包啊 没有没有 这是我主动要替她背包 她没有拒绝吗 我的天啊 天哪 她最讨厌别人碰她东西了 讨厌爆炸的 嗯 嗯 这 这是我抢过来的 是加工工不过用的 不会吧 你那么怕她呀 嗯 难道她没有像 没有什么 千万别说是想把我炒了 没有对你好一点吗 我回头收拾她 嗯 不用不用 冯玉小姐 嗯 这种事情不用你妻子去说 而且老板那么忙 她哪有心心管我呀 万一你说了什么 她一个不愿 我除了挑菜背包 搞不好还得帮忙擦鞋 吹背 嗯 双双啊 嗯 我跟你说 女人呢 最幸福的就是找一个 爱自己的男人过日子 虽然工作很重要 但这世界上呢 还有很多事比工作还重要 对吧 嗯 我会加油的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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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原来你喜欢这种女孩啊 怎么也不跟我介绍一下呢 这不是让你们碰面了吗 所以你今天呢 不是叫我出来玩的 是让我来当亲友团 鉴定女朋友的 我和她 还没有正式交往 嗯 如果非要鉴定的话 我觉得她 似乎 嗯 还好 我还就是喜欢她的还好啊 你不觉得两人在一起的感情 和家庭背景 经理学里没有任何的关系吗 我只要负责在外面赚钱养家 她只要负责 还好还好就好了 嗯 嗯 看起来倒是 挺懂事乖巧的 那你为什么让人在帮你拿包啊 嗯 像用人一样啊 你不心疼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对吧 她那是在守护自己的身体 跟我没有关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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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去哪儿 等等我啊 等等我啊 我那不是 有些人 我都没关系 啊 你们宅客人 快去哪儿 月 也会儿 再去哪儿 我家 人呢 找小鹿 你可以啊 速度不简单年啊 难道我还不如你 来 你又看到了呀 都几点了 谢谢啊 哥 你看见珊珊了吗 她们有回来吗 这儿也没有人 你们看见珊珊了吗 没有啊 我打个电话吧 林云津 林云津 她不会出事了吧 我的脚 我手机呢 我手机呢 怎么办 救命啊 林云津 徐山珊 山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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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山珊 山珊 徐山珊 山珊 山珊 这被黄打球的 山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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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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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板 你怎么了 maker 生病了 都哀疼吗 有心吗 也 cookie 会 villa 甚至已准了 你现在被骯了 後来 离了 老板 要不你放我下来吧 我自己走 感觉你留的那滴汗 都在嘲笑我的体重 嘲笑你怎么办 就是嘲笑你自不量力 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 等待那滴汗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这份爱太努力 不定你犹豫不决 薛珍珍 我的心 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 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所有温暖都在 等一种难捻 当你觉得害怕 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什么错误啊 我的心 会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 我难天不过又阔 却什么都不做 什么意思啊 这可不像是一个老板 对员工说的话 更像是童话故事里 白马王子跟公主说的话呀 你忘了一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除了前驹匪论带有些磋伤 其他结果呢都很正常 没事 医生 那个 那前驹 对 是骨纹吗 就是脚扭伤的意思 多久能好 好好休息的话 也就一个星期吧 谢小姐 今天就可以出院 如果想在医院待几天也可以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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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医院住一天得多少钱呀 应该挺贵的吧 我回家买个膏药 贴个三五天的就能好 光复医药费 脚好了 面都没了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就请副使帮忙 办理出院手续吧 好 干嘛这样看着我啊 我知道这应该算工商吧 而且对你来说 九牛一毛 但我不是财务吗 为公司手的电眼总是好的呀 你来 吓死我了你了 你 你这脚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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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扭伤了 脚扭伤 你跑什么VIP呀 你其他的人都 我大做了 对不起 让他一个人落单 所以才会受伤 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 还真是挺莫名其妙的 这员工不想去旅游不行 去了又不照顾好人家的安全 这员工旅游不就是团队行动吗 怎么就让我们在深山落单了呢 就是 六六 别说 我们公司 大老板 风头 几点 大 大老板 那个 大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金字塔的最顶端 十五点的最终端 你注意点 刚才不好意思啊 不过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 既然是老板 那招聘的时候就应该知道 我们家珊珊的血型比较特殊 今天幸好是扭伤 万一出血了怎么办 老板的妹妹是千金 那我们家珊珊 也是我们薛家的掌上明珠 六六 大老板 那个 这是我 堂姐 薛琉琉 这位是我的闺蜜 陆少爷 你刚说的没错 我 非常抱歉 人家大老板 人家是愿意负责 才留在这儿嘛 跟谁撒气 你也别跟大老板撒气 万一有点什么事 他以后怎么办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郑琪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跟风腾比赛的时候比疯了 我也没想到他会受伤呢 他 你说珊珊啊 不是我听说没什么事 只是扭伤而已 并无大碍的 都是我不好 我明明知道风腾这个人 忌不得呢 我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当时 为什么要转他比赛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迷路 你说这怎么办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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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慌慌张张的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嘛 你说我们这么长时间 没见面了 我一见面 你就慌慌张张的 我印象中的袁立书 可不是这样 没事啊 就这么和人事物交代 怎么样了 车车好点没有啊 怎么样了 车车好点没有啊 又是我不好 没事 要是有谁的错 都是我的责任 郑琪 明天去韩国的事情 可不可以先缓一下 我还正想催你呢 美国艾索尔投资 也对K你们有兴趣 正在积极地与对方接触 我已经让延青稳住对方了 等你明天过去 没事的 你们去吧 商量交给我 放心 多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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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慢点 来 行 慢点 来 行 慢点 慢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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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一 二 三 行 好了 好了 来来来来 终于到家了 我的天哪 真不容快 没事 慢点 你不疼吧 不疼吧 你吃点劲 吃点劲 好好好 好像比脚小的 帅帅 我买了点水果 我这放哪儿 那你给我吧 袁小姐 你看都折腾一天了 辛苦你了 你赶快回去吧 我没事 平时这个时间 书店也没打烊呢 我记得王叔给你叫的那个看护 应该是明天上午六点到吧 要不 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这样的话 方便你有什么事叫我 这 这 这不行啊 这怎么 你看我们这房间 这么小 谁说那么大巧了 我们这房子多大呀 再说我能照顾你 就不用麻烦你了 你就放心吧 是啊 那个双姨也能照顾我 其实 要不是封小姐坚持 连看护都不用的 不只是她坚持 我跟封腾都坚持 要不是我跟封腾比赛比疯了 也不会害你的脚受伤 你别这么说 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 但说了 这是公司集体活动 再怎么算 也算不到你头上 你别放在心上啊 就算是你把这笔账 算到封腾头上 可封腾的事也是我的事啊 珊珊 你放心 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你的 那谢谢你啊 封腾的事也是我的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丁叔是在暗示什么 还是会想多了 明天我要出国 照顾好自己 多照顾自己 老板也太奇怪了 老板也太奇怪了 自从在太湖背我之后 就像是被我上身了一样 这也太奇怪了吧 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吗 却什么都不做 不过 不过 刘柳和双仪都说得有道理 那个袁立书 态度很明显是吧 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现在有点能力的男人啊 明明自己已经有女朋友 却还是会不安分地 对其他女人放电 刘承昊不也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一眼我就看出了 是袁立书自己上杆子 喜欢风腾 你分析分析啊 要是男女朋友 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他干嘛还说 他跟我 风腾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没必要强调这些啊 我也是现在才明白 这男人对女人放电 不一定是喜欢他 只不过是想享受 暧昧时的成就感吧 这完全是袁立书制造的假象 我可是爱情专家 我的话不会有错的 不过话说回来 只要你不为所动 那老板毕竟是老板 他的私生活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就是袁立书 习惯性的主权宣誓 他对每一个接近 大老板的女人都这样 不只是对你 反正不管结论什么样 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 老板怎么会喜欢我呢 我来 让你把权宣传 一路顺风 别忘了灰宅 生病比上班还要准时 大老板 你这是要逼死我的节奏吗 薛小姐 早餐准备好了 袁小姐来陪你吃饭了 李叔 婶婶 早 又早就过来了 我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准备 走 这么丰盛 你还说多多包涵 我才不好意思呢 那就不客气了 其实凤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 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 一般都会配合我 凤腾是你的 凤腾是你的 一边照顾我 一边帮我洗脑 随便也照一下 医生 感觉没那么疼了 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石膏 不行啊 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还是小心为好 那这样吧 帮薛小姐去上个石膏 麻烦了 薛小姐您的药 还要吃药啊 我 可是 我吃了药会睡觉的 那就休息啊 药是一定要吃的 不想吃 好吧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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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这狗皮膏药大有功效 专制跌打损伤 消炎止痛 牙痛头痛都有效 无复作用哦 我接下来几天贴这个就好 不一定非得搭上石膏吧 既然会传照 以后每天在石膏上签上日期后 传照片给我 什么呀 人家腿都打石膏了还要管 有一次她特别坏 她给我们画猫 用那种不能水洗的笔画 画了之后我就没法洗 我就不敢去上学一直哭 我记得我记得 黎叔特别厉害跟他打架 好几天不理他 你猜最后我爸怎么治他 用不能水洗的笔画胡子 一直画一直画 画到我们俩的印字 洗掉为止 对对对 我跟你说啊 她做过人的能力 比她经营管理的能力强多了 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什么意思吗 其实是搭便车 她骗我 她说这个手势可以打到出租车 结果就发现我打了两个轻轻都打不到 后来被我知道之后我就惩罚她 我说 那个你必须让我搭你的顺风车 一直搭到我考上驾照为止 医生说你换药迟到了 才过五分钟 脚牙无处不在 风腾说什么 历叔 你跟老板是男女朋友吗 没有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你说我们两个都霸道有好胜 从小打打闹闹惯了 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那还得了 也是 这几天 服务又跟我讲了好多 关于老板的事情 我觉得你们感情真的很好 像一家人一样 而且你对我也不像财神师几天的陌生人 又陪我去看病 然后又陪我聊天 还带我去挥诊 你对我真的很好 好 我觉得 你都快成我多闺蜜了 珊珊 其实你是个挺好的女孩 是吗 好 我已经跟亚点出版社的总编 沟通好了时间 这是他的名片 就是见面的地点 你这么快就联系好了 你真厉害 我这托朋友找着一圈也没联系上 你这帮了我大忙了 什么好的事 你真棒 还有你照顾我们家神山 谢谢啊 其实这倒没什么 能不能成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力 我只是签个欠 毕竟这个总编是我大学时的后辈 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的 好 明白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那个 好多 好东西 家里就是这个多 那个咱俩庆祝一下呗 我最高兴 来来来 碰一下 真实 可傲喝了 谢谢 谢谢 对呀 现在快到年底了 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激增 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 虽然说起来不好听 你就当是老天爷爷给你赏赐假期吧 真不好意思啊 我会尽快回去工作岗位的 没事 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 阿芹 赶紧核对一下 好好好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先坐了 好 拜拜 我觉得以我的资历 并驾超过三天扣工资 我想回去上班 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 商没好 孔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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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的工资是 四天的工资是 然后我倒置四个月 按照比例的话 什么 我年忠多了五十七块钱 五十七块钱的股放过 季生 季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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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到了 要回家了 我决定把这四天工资和年忠奖金全部攒下来 各位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周小薇 从今天开始 接替陈娟的位置 请大家做做关照了 谢谢大家 好 我的 相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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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添自己 也无法再鼓起勇气 说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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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